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小熊草 今天我好做的影片是 萬象舞與Storica的角色故事 奧斯塔的戰鬥部分 馬上來看到初級 那初級的話 我們的角色被綁了死死的 就沒什麼好說的 只要可以湊出二黃魂 就可以讓迪蘭打出爆炸性的傷害 我們的弗蕾莉卡是沒有傷害的 這個紅色的地形是說 白衛的攻擊數值歸零 那在一開始的角色活動裡面 安傑莉亞SP跟迪蘭的等級都很低 那就必須要花點心思來疊轉盾跟盾牌 然後來讓迪蘭來收頭 那我們接著就來到終極 終極的話一樣也是被完全綁定 那對手是一隻會自己扣血的傢伙 壓力大趴趴 如果你是20等的話 那這個關卡的確是很困難 他血量又多 要讓他慢慢扣血 總共要扣20回合 那你的回血速度跟不上 那我們就必須利用 納雅Skin的效果 他在敵方CDE的時候放出四魂技能 可以給白衛疊出一層永久戰役 那就可以讓我們的補血量變得更高 我們就可以通過這個關卡 那因為我們等級都已經是60等了 所以納吉爾隨便一個惡黃魂也就補回來了 但只是耗個20回合 非常的浪費時間 但是也不得不說這個關卡很有創意喔 讓你學會了很多配對以及參謀的運用 那我們就直接跳過後面的部分吧 載爆了壓力大趴趴之後 就來到旅程高級 那高級的話只開放一個參謀給你選 這個時候千萬就是選一個團體傷害角 你就可以直接把他們秒殺 然後no excuse 就直接讓他們全死就對了 正常的打法是讓奧斯塔幫貓眼加攻擊力 然後我們接著就來看到特級 特級的話只鎖定奧斯塔 剩下都是你自己選的 然後一定要選一個可以打後排的精銳角色 因為這個關卡很有趣喔 就是如果你有強化或是你有減傷 你打他他就會改變形態 那有兩種形態 一種是在地板上 一種是在地板底下 那如果當三隻都在地板上的時候 他們就會發動一個特效 然後他們就會一起死掉 是真的 真的是非常好玩的關卡喔 覺得是角色故事裡面 設計的最好的一個戰鬥片 那我們接著就來到絕機 絕機唯一綁定的就是白衛的 紅奧斯塔 就是奧斯塔Skin 然後你必須先用一白魂 把後面那隻怪給暈眩住 不然他CDE會直接把你給敲爆喔 就是一拳把三人格都敲死 所以一定要暈眩 那前面的小怪是可以幫助你的角色回血的 但是我們就直接用古魯瓦德把它清掉 然後就可以直接攻擊他 那他強力反擊的傷害沒有很高 然後他會因為自己的永久撕裂而不斷的扣血 那扣到30%以下他就會解除他的免疫盾 我們就可以用我們的暗月來對他進行一波輸出 然後就會過關了 然後必須要把握在九回合裡面通關喔 所以就是你每一下都要打到他讓他反擊 他才可以高速的撕裂自己 稍微算一下 那這邊他已經低於他的30%血量 我們直接先幫我們的暗月加一層強化 然後就開啟四魂技能 直接敲兩下讓他去死 那如果沒有敲死也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再用一次一百魂然後重新來過 用更強的招式來敲 整體而言奧斯塔的戰鬥片是一個很有趣的戰鬥片喔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左下角按讚 右下角按訂閱 打開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最新影片的消息囉 我是小熊草 那下次再見囉 掰掰